388 價錢滿便宜的 平日午餐才338 晚餐例假日388 不要說我對你不好 他好像上個禮拜生日嘛 對不對 我等一下幫你準備一個特別的 特別的 特別的 肉感的 哈囉 大家好 德哥 今天的話 目前車上 外星人跟賢竹不見 他們開另外一台 因為今天我們大陣上五個人 我們要往台中嘉義台南去拍 那台中站一樣好久沒拍的系列 吃到飽系列我們終於要去拍的 這次要去拍的是鬥牛市 他是賣牛排 他提起他底下有開 我第一次知道他有開那個叫什麼 類似像送喜燒的吃到飽 那沒有拍過 所以我們等一下在台中先跟 先租外星人會合以後 我們就去拍 好啦 走囉 現在餐飲者他們遲到了 等一下就叫他們要出錢對不對 價錢滿便宜的 平日午餐才338 然後晚餐例假日388 這個120公分以下才99塊 可是我光躺下來我就要超過這個價錢 為什麼不講話 先生你每次吃吃到飽都要先吃冰 為什麼都沒落賽 對 來我大家當roentour一下 這個是餐廳tour 他的話就是這些全部都吃到飽 然後滿滿的蔬菜吧 來來來來 滿滿的蔬菜吧 然後再來的話熟食區 熟食區的部分的話有 這個是麵 然後雞肉 這個是炸豆皮 然後檸檬魚耶 然後雜物 我們最喜歡的不健康拼盤 超健康拼盤 雜物然後還有滷味 然後這邊的話這個應該是什麼 麻辣煮吧對不對 之類的 就是包子 肉肉 這看起來不錯 他裡面還放小貢丸 沒有貢丸 對啊 這個很讚 好香喔 這個是咖哩 還有這個 涼麵 涼麵跟剉冰 剉冰自己剉 這邊是涼菜 然後火鍋料 然後剛才那邊的話還有那個 什麼飲料啊冰淇淋 滿滿的飲料冰淇淋 這邊還有 還有雙麒麟 雙麒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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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的划算 欸這就給我平日來3 338 然後假日的話晚餐才388 讚 然後他這邊的話 他的肉的點餐模式就像這樣子 就是你過來你按鈴 然後 就是跟他講說要什麼肉 然後他平常就是 因為他就不要浪費 所以就是一個人每次就是拿三盤 就好了 那你不夠吃再過來拿 他就現切給你 這 好 OK 啊對 你現在在錄影 你現在在錄影 按了嗎 所以你在錄我們兩個在那邊神經病 不要說我對你不好 他好像上禮拜生日嘛對不對 看今天這一部我等一下幫你準備一個特別的 特別的 特別的 肉感的 肉感的 對肉感的這樣可以嗎 有多肉 很肉很肉 喔來了來了來了 哇 哇 這就是你們的傳說中的大仙肉盤 大仙肉盤 這樣幾盎司啊 那是兩公斤的 喔 OK 欸你看對你多好 上面這些木樹芽都是你的 對 對 好 OK 配樂 先生 拍攝中 你可不可以專 那個 我也不行了 好 OK 謝謝你 哇 好讚喔 來來來來 都白白的拍不到肉 我現在爆發 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剛剛這個那個超級那個什麼大仙肉盤 如果你們要點的話 因為他就是吃到飽嘛 所以如果你要點的話 你要前一天定位的時候就跟他講 然後到現場的時候 你要跟他講說 鬥牛式二鍋 好好吃喔 就可以了 OK啦 真的很愛台中 那你們 為什麼你們連吃到飽都這麼划算 欸 你看喔 生活智慧喔 我覺得這個都可以拿去外面賣了 咖哩乳肉飯 加蔥加蛋 這個全部都是在開那個蜘蛛吧 對 蜘蛛吧用來 我告訴你 你就進來然後弄一個set 拿去外面賣 然後一個賣80塊 然後就賣個四盤 就又回 四五盤就回本了 你看 做生意要有頭腦 老闆你看 老闆在你後面 他非常的火 對 然後這一塊肉超誇張的 然後我告訴你喔 你現在鏡頭 突然往左邊看 欸欸欸欸 賢竹在那邊喔 賢竹跟他女朋友在那邊 對 然後他把我們的肉都偷走了 今天是五個人來 然後 我們等一下會再 吃完這個台 就下去台南 先去Check in的飯店 然後晚上再帶他去拍另外一間 吃到飽 他的湯頭的話 他有壽喜燒 他也有麻辣鍋 然後他也有豚骨 所以你可以吃到非常多 非常多的口味 哇還有這個喔 海鮮 好 最近的鴨鞋寶 喔 鴨鞋寶 好謝謝謝謝 喔 鴨鞋寶 還有海鮮 這個看起來很入味耶 你看他的豆腐 對啊 欸你最愛的油條 但是他不軟爛 你要讓他變軟爛 我自己讓他軟爛 自己讓他軟爛 你還記不記得 你之前吃肉都怎麼吃 整盤到嘛對不對 你覺得塞得下嗎 你看 塞滿 有肉塞滿你的豆 現在要怎麼吃啊 這到底要怎麼吃 欸你今天沒有帶吹的來 幫我吹一下 身為專業的攝影主 怎麼會沒有 隨身帶著一個電風扇 也是很正常的啊 幫我吹 幫我吹 不是吹下面 這個又要黃標了 來來來 哇哇哇哇哇 哇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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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喔 這樣吃真的是天打雷劈啊 夾這個很爽欸 你就是感覺你是無限的肉 你可以一直爽拿爽拿 我們等一下來吃吃看它的肉質 看它如何 麻辣鍋 看隨便都一大肚 麻辣鍋裡面還有鴨血 來 我們繼續吃 你是熊嗎 爽啊 想吃肉的人來這邊吃這個 它的那個壽喜藥湯是甜鹹甜鹹的很讚 那我吃吃看你的 我為了觀眾吃你的麻辣鍋 麻辣鍋很好吃欸 香麻辣 然後有那種中藥的那個香味 你說你剛剛可以分得出羊肉 我教你怎麼分好不好 通常啊 這個是羊肉的話 吃下去就會 像如果這一塊是牛肉的話 你的臀骨等一下就有點介紹 我們來吃吃看它的這個 鴨屎 好 哇 油亮油亮的 大哥啊 當心把肺也咳出來了 真的是肺嗎 哇 這個味道有點 對我來講有點太重鹹 可是如果喜歡吃重鹹的人 一定超愛吃這個 直接嚼飯 嚼飯吃 那講到飯就不能不說我這個 咖哩飯 哇 我好期待 這邊是乳肉 一邊吃乳肉 一邊吃咖哩飯 然後乳肉還有小貢丸 哇 這滿滿的衣服的什麼都有 這樣有拍到齁 哇 太奢侈了 我身體外伸不住 有點太奢侈了 它咖哩是屬於甜咖哩的 然後 乳肉飯也是屬於中南部那種 就是 甜鹹甜鹹的 好吃 欸不能啊 吃這個就中了老闆的那個啦 陷阱啊 對 我把你副食做的很好吃 你肉就會吃很少 對不對 你以為我會中計嗎 哇 整片的耶 哇 這個真的是很划算 先生 你要來吃菜拼命了是不是 是不是 我知道現在菜很貴啊 菜價超貴啊 對啊 最賺的就是要吃 對 最賺就是把它的菜全部拿光光 它這邊有一個很貼心的提醒 來 生活智慧王 欸 可以放東西 欸 真的耶 剛剛沒看見 頭腦 頭腦 吃飯也要帶頭腦好不好 好啦 吃飯啦 剛才跟他換過 他強制說他要吃壽喜燒 然後就說如果我不給他吃壽喜燒 他就要回宜蘭了 然後你看有夠韌性的 那你先回去啊 這個是豚骨 豚骨蔬果 其實不用沾醬齁 他湯口吃都很夠味 他豚骨本身湯口也很夠味 而且那個 這個湯口 等一下我去拿那個 拉麵 韓國拉麵拿去煮 讚 這是什麼魚能吃 沐魚 看那個港片的那個清單 對 我叫他先把古貨仔1到最後 然後跟那個極速傳說先看 對啊 他們可能還不知道什麼是正義賤耶 我最愛 欸 賢竹 咱們要拚拚掉啊 你晚上的泉源 喔 這肥的就肥的喔 而且這一點我發現了 它有一個東西超好吃的耶 這個 滷豆干 你看它是那種黑筋黑筋的 吃起來是有點Q的那種豆干 好吃 這個應該是豬肉 欸 它豬肉花味很漂亮 而且 它是有厚度的 我告訴你 你不知道有沒有看過那種 台北那種很便宜的壽里燒 那個鮑爐什麼 鮑爐什麼 鮑爐蠅 鮑爐蠅啊 鮑爐蠅啊 烤麥又要吃肉 欸 你把我的肉都拿走了 嗯 都要 太誇張了 哇 等一下我還要去吃它的那個 雙麒麟看看 然後還有它的水果 所以我看起來都還不錯 那你看它還有 外面的招牌有寫 65歲以上 的話是 85折 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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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辣锅就要夾麵 诶可,我下面给你吃 来来来 我下面是中咸的喔 看一下 来,你看你看还有这个耶 红豆 红豆 牛奶 这种刷冰耶 然后也有 双淇淋,超伐帥 好啦,那今天这一间的话 基本上也满满意 很久没拍吃老保系列 这一间的话 如果你是以假熟爸來講的話 它才300多塊的一個價格 你可以有熟食 有雜物 涼麵 生菜 沙拉 然後蔬菜跟肉都吃到飽 然後它的鍋物還不只有只有收集收 它還有小火鍋 還有麻辣鍋 這樣吃起來的話 我看到這樣很多都是那種家庭客 長輩65歲以上來也有優惠 算還不錯 我覺得這個滿滿意的 你覺得咧 我覺得還不錯 你看它一直吃 它就不理我 它就只會一直吃 然後它這一盤肉粒快要吃到這樣 吃到飽 現在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這一系列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如果你們也有推的好吃的吃到飽的話 在底下留言跟我講啦 掰掰 欸不對 他待會晚上做準備要吃那個 所以他沒有動 他們現在就是一個啊 我來幫他配樂 你看我吃這個生桃 等一下晚上 然後你就說你不要講這個垃圾話啦 他說啊不要啦 大家都成年人了 沒關係嘛 你看看這個生桃多大顆啊 好啦好啦 掰掰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